字幕君 歡迎收看顧客區 我是Rick 今天我又來到奧迪內湖旗艦展示中心 來找到好朋友小誠哥 大家好 是 軟哥今天要幫我們介紹的是 Q5的Sport Bag Q5Sport Bag 就是今天的最佳的男主角 Q5Sport Bag在今年的7月份才發表 沒想到一發表之後 就跟當初的Q3Sport Bag一樣 叫做轟動 相當轟動 所以它的一個美型的 應該外型設計上面 原本就是一部美型的跑旅 當然跟我們常常熟悉的Q5 一樣是休旅的車型 只是鞋背的腰線造型等等 其實受到市場的好評 當然整個銷售狀況其實也非常暢旺 沒錯沒錯 對 也許是它擁有一個 類Cube的造型 那當然大家可能比較平常習慣 看於所謂的SUV的外型 那大家應該有發現 這幾年路上多了很多那種 Cube的那種跑旅的休旅車 對 所以當然我們就是這一次改款 7月上市的Q5Sport Bag 是繼所謂的Q3Sport Bag 一創Sport Bag之後的第三款 那因為前面兩款都賣得非常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Q5Sport Bag它也是公不應求 公不應求 是啊 所以真的 這陣子我覺得從第四季開始 真的已經想要確定今年要買車的人了 真的要手腳要快 沒錯 不然現在基本上很多品牌 不管豪華品牌進口品牌 國產品牌其實都有可能需要等車的狀況 沒錯 像我最近剛交了一台Q5Sport Bag 這是第二台 這台也是我即將要交車的 是 這一台就值得曹誠哥幫我們好好介紹一下對不對 沒錯沒錯 所以今天利用這個時間點來跟各位好朋友做個分享 是是是 好 說這一部它的規格等級是 我們這一款算是那個7月剛上市 相信應該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個Addition One的版本 它是限量50台的 限量50台 那這個已經算最後倒數沒有幾台 那剛好其實客戶原本是想要買其他顏色 那因為它就是愛上這個外型 這個顏色是什麼顏色看起來好漂亮 這個藍 其實我們這個藍算是比較新的顏色 它名稱是叫炫亮藍 炫亮藍 那之前它有一個藍是叫所謂的星際藍 那它其實會感覺 在搭配在所謂的Q5Sport Bag上面 會詮釋的更好 詮釋的更完美 是是是 好成哥那個Addition One的在外觀上面 是有什麼配件是不是可以 跟一般的Q5戴一樣 OK這部分我跟各位觀眾朋友大概跟你們報告一下 最主要是我們Addition One它的車型 它是多了所謂的一個黑化的套件 那何謂黑化呢 當然一般的話其實像我們Q5Sport Bag 它是走一個所謂的八角形的 比較寬體的設計 然後它搭載的是所謂的蜂巢狀 大家會發現跟一般大家所看到的那種Q5 它是走一個直撲式的 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它這個也有做一個烤漆鏡面的處理 所以不管你從正面看側面看 其實它的質感都相當的完美這樣子 對對對 那最主要是我們這款Addition One 它目前的售價是299萬 對那跟我們所謂的S-Line的版本 就像剛剛Ryu哥講的 它多了哪些東西呢 多了黑化套件 就是有這邊 對然後還有 還有霧燈框這邊 對它是走一個黑化套件的一個設計 那再來就是 來我們還有所謂的後視鏡的部分 還有後視鏡的部分 再來當然其實就是 辨識度最高的 莫非就是它的20吋的鋁圈 而且還有紅色卡鉗 還有紅色卡鉗 對 這個已經都是標配 所以為什麼 它跟S-Line差上萬塊 但是大家都買到Addition One的版本 而且這個其實 它現在50台何謂限量 意思就是之後 就只能購買到所謂的最高等級 就是S-Line了 所以就會缺少了這些東西 包含它的窗框的部分 也是做一個黑化的處理 是啊 然後現在連側裙 下面側裙也是耶 沒錯 你看包含側裙的部分 而且它側裙其實 也是有點服貼的感覺 為什麼搭配它整個動感 流線的車型 是 相當的完美 對 真的 我剛剛覺得Q50 Probeck的腰線 那個腰線真的非常漂亮 從前葉子板那個折線 一路往後畫 然後一路畫到我們的尾燈收尾 沒錯 還有引擎蓋的部分 它的折線 超漂亮 它幫整個所謂的光影的呈現 對 都非常的明顯 都非常明顯 真的 我在路上真的有時候 還是會遇到Q50 Probeck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再轉播 多看一眼 對對對 不只一眼是兩眼 對對對 不只一眼要看兩眼 而且最主要是新世代的車 它其實都走一個比較類似那種 肌肉線條的一個設計這樣子 所以不像以往Audi可能走的是一個 比較內斂的感覺 比較溫一點 但是現在其實都比較具有所謂的跑格 因為它跑格的外型搭配所謂的 所謂的那種肌肉線條 那呈現的感覺就是更Sport 對 對 那其實它的這個側側的腰線 最漂亮就是這一個C柱這裡 快速的往下切一下 沒錯 一般其實Spobeck跟SUV 最大的差異性就是從B柱這邊 往下傾斜 對 那我們Sportbeck跟SUV 它最主要是 差異性可能大概就是在後座 後座的高度 但是以同級車來講 其實Audi在設計Sportbeck 整體的後座空間的感覺 其實不會像我們同級車來講好了 如果一般你們買到Sportbeck 你會發現後面的空間 會非常的矮小 而且會有壓迫感 對 但是其實你只要來購買到Audi的車 不管你是SUV或Sportbeck 它的高度大概只差不到兩公分 不到兩公分 是啊 所以整體來講 它又兼具除了有外型之外 還有整個空間感的部分 實用機能 還有實用機能的部分 兼顧到的 是啊 都兼具了 是 那我們當然看看車尾的部分 OK OK 那當然其實車尾的話 它也是依然我們可能一般的版本或是SUV 它如果沒有黑化的話 它這邊其實走是一個鍍鉻的 喔對 喔這邊 對那這邊也是有做一個黑化的處理 以及下半部保桿的下方這邊 是 那一般其實Audi Q1 它其實不外乎就是S-Line 在做一個黑化的 黑化套件的升級 對 所以大家會發現這邊整體來講 很有層次感 然後以及跟上方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黑化的那個 就是四條 對四條 它有做一個相呼印 對相呼印的感覺 對 然後這邊感覺就是 所以有一個壓尾式的尾印 那其實 我們的Q5 Super Bay 它後面有多了一個雨刷 對 那像我們一創就沒有 所以一樣是鞋背 但是 有時候 當然有時候為了外型嘛 但是如果買到Q5 Super Bay的話 它又兼具了所謂的一個 後方的一個玻璃 它可以幫你做個清潔 因為有時候遇到下大雨的時候 對 那其實 包含 這個部分有時候可以做個清潔這樣子 是是是 所以它多一個雨刷 對 好的好的 那這邊的話還有做一些 就是鏡面的鋼琴烤漆的處理 就是整個細節的部分都收編的非常好 像這樣 這個後窗上面這一個飾板 亮黑色的這個飾板 其實是一般的Q5的車型 是 是沒有的 是啊 對 它就是比較小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造型 它是比較兼顧空氣力學的 當然 瑞爾哥講到空氣力學的部分很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像我們這第二代的Q5 它算小白塊 那如果以跟前一代來做比較的話 它的風阻係數又 稍微又降低了 前一代的Q5大概是0.33 但這一代它其實風阻係數的部分 因為從大概這些的一些 針對老流的部分 那它有 針對所謂的空氣力學的部分 它有去做了一些加裝 就是讓它的所謂的 風阻係數能夠降低 所以目前新一代它的風阻係數 已經降到了所謂的0.3 0.3 那你相信一台豪華車來講 我相信隔音 是最基本的要件 最基本的要件 那空氣力學其實做的好 它也是有助於整個隔音的效果 是啊 風邪聲 沒錯 那再來就是像我們 以看到所謂的這台Q5 SBORBET的DG1來講 當然其實最引人朱莫非 就是我們的一個 它的MATRIX的一個矩陣式頭燈 搭配所謂的一個尾燈的部分 OLED的 對是OLED 為什麼它很特殊 第一個 它做的比較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新一代的燈型 它都是跟所謂的整個後尾門是 互相結合 所以大家會發現 尾門部分也設計的比較大片 對 那再來OLED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省電 它比較走一個薄型的設計 那相對就是感覺會比較有前衛感 那當然就是跟Audi 就是比較注重科技感的感覺 也是相呼應的 對 那最主要是除了這個燈型漂亮 辨識度高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它有針對所謂的後方的來車 或是人 當我們在靜止的時候 它如果說當人車靠近我們車子 大概從兩公尺開始的話 它其實就會所有的燈會全部會亮起這樣子 它會提醒後方的人車 要注意這樣子 這個是安全 這是主動安全的部分 對 這是針對主動安全 所以其實大家都講 Audi是被燈具廠當務的車廠 但是現在又進化到所謂的一個 燈的部分 不再只是說以往大家說 阿奧迪燈很好看 它也結合了所謂的一個安全的部分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 以一家所謂的百年的汽車工廠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再來我可能會針對所謂的後車廠的部分 稍微做個比較一下 那一般因為它有標配所謂的提杆尾門 那它的Sensor就是在第二顆雷達跟第三顆的中間 所以一般只要有鑰匙在身上 我們只要腳的部分 我給它往前往後 對 擺動一下 它其實尾門就會做得開啟 對 那當然一般像我們的Q5的Sportway 它的後車廠的設計 它的後面這個部分 它整體的容量大概有510公升 那相對於所謂的SUV的車型 很多人應該會想說 可能跟SUV可能它的空間落差很大 其實實際上只差了10公升 10公升而已啊 對 意思就是說我們買到SUV的車型 它等於是520公升 那再來 因為它的後座椅部分可以做一個傾倒 所以它座椅的部分是424的分離 對 所以一般的話如果整個都傾倒之後呢 它整體的容量Sportway的話是 1480公升 那如果是SUV的話大概多40公升 1520公升 那最主要是它整體的非常平整 還有這邊還有一些 直接你直接壓一下 它可以直接幫你做一個 快速傾倒 對 快速傾倒的功能 那這邊還有一些掛鉤的設計 那這邊的話還可以擺放一些 置物的空間 這邊的話就是它有做一個斷帶有沒有 它可以做一個直立式的一個橫插 它就是可以把東西直接擺放上去這樣子 伸縮帶 伸縮帶 對 424的分離 424的分離 那再來這個就是一個隔板嘛 它可以做一個隱蔽的功能這樣子 可以做一個隱蔽的功能 所以其實以一台豪華休旅車來講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對 那再來大家會發現 以中型的休旅車來看 其實Q50貼雖然空間不算最大 但是它大概就是在中間 那當然其實 以Audi的整體的設計各方面來講 其實非常的均衡 非常均衡 那這是它整體的空間的一個部分 的一個介紹 好 OK 好 那我們看完後行椅箱之後 接下來重頭戲就是內裝的部分 因為EQCINE ONE的內裝其實有很多好料 是啊 沒錯 好 小誠哥 我們現在已經坐在車室裡面了 那新世代的這個內裝 我就是覺得還是可以讓大家再複習一下 是 沒問題 那當然其實 大家都知道 其實Audi的這個12.3吋的虛擬座倉 也是我們Q50其中的一個賣點 那當然這個是屬於 新世代它是Plus的版本 所以它是屬於比較高清 解析度非常好 對 那整體的配色 大家會發現其實 真的還不錯 有沒有 相對於前一代來講 那當然這個是它所謂的一個 包含它的時速跟轉速板 它也可以做一個放大跟縮小 然後導航是直接在螢幕裡面 沒錯 我們是用Google的導航 那包含其他的選項 就是連接電話 這是所謂的Media的部分 可以透過滾輪的部分 可以做一個切換 所以大家在開車的時候 都可以隨心所欲的做一個操作這樣子 那包含它也可以切換到媒體 或是電台記錄的部分 以及我的最愛 大家會發現在操作這個 其實大概只需要一兩秒的時間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不需要說 如果說新世代Audi 大家會發現都整合得非常好 非常棒 那因為你也知道整合好 不用花很多時間 再來就是你可以專注在所謂的行車安全性的部分 再來就是所謂的DIS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行車電腦 它就是油耗短期記憶長期記憶 如果滾輪長按的話 它就可以做一個歸零 歸零 這是我們所謂的電力消耗的部分 那當然最重要 現在大家來講 其實在購買車的消費者 都很在意一個所謂的駕駛輔助系統 是 我們在做一些調整 距離的設定 這邊都能夠一目瞭然 不然車道偏離 不然我們這個按鍵按一下 它的那個白線就會跑出來 除了正前方有 右下方也有 所以大家會發現 辨識度起來會非常的高 那也就是非常好這樣子 那我現在其實有發現 其實坐進來的時候 其實Q5 Sportback 它原本就是有這個深色頂篷嗎 對 因為這款只要是買到S-Lite 它就會標配所謂的黑頂篷 而且像我們現在做的跑車式座椅 跑車式座椅 是啊 像我們的Q5 Sportback 它都標配所謂的全景式天窗 標配的 大家會發現是屬於那種整片式的 整片式的 那一般我們天窗的話 它除了天窗的設計 以及還有所謂的隔板的操作 這個往後推 它就直接幫你直接收折到最後面 它這是天窗的一個開關的按鍵 那如果你需要它暫停 你就可以再給它按一下 它就會暫停了 它也是屬於One Touch的 屬於One Touch 那以及上方這個 還有所謂的防水溝槽的設計 是 所以大家發現 其實Audi的設計來講 是很注重細節 很注重細節 所以大家都說買到Audi的車 感覺就很像是一個那種精品一樣 不然大家可以從我們這個 所謂的無邊框的後視鏡看 大概就可以一目瞭然 再來就是 這是我們的一個 來 色色燈 有沒有 它也是有點觸控的 就跟我們TT的設計是一樣 是一樣的 那當然看它內裝 當然大家會發現 其實我們正前方這個 它現在都改成所謂的一個觸控面板 那它是屬於10.1吋的 那當然最主要是 一般我們在操作的部分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駕駛人導向 所以大家會發現它操作起來 非常的舊手 非常的直覺 有沒有 有沒有 對啊 而且它所有的功能都幫你整合在一起了 這個就好比如說我們平常在使用的手機 其實是一樣的邏輯 嗯哼哼 那不然 就跟一個平板一樣 就跟一個平板一樣 那你很多的操作 不然音樂 電話 這是導航的部分 都可以直接給它 直接做一個觸控的動作 那大家會發現這邊有一個手機APP 這是所謂的一個Apple CarPlay 它現在也是透過Wi-Fi 那它也是可以執行 就是它所謂的是用無線的 無線的 那大家其實想到所謂的Apple CarPlay 再來就是我們這邊 有沒有還有一個就是無線充電 它這個也是標配 這個是一個無線充電盤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有時候我們要充電的時候 可以放在上方 那當如果說今天又需要喝飲料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往後推 這邊又跑出來 就是有所謂的飲料杯架的部分 但是你在往後推的同時 其實無線充電也還是在充電 還是在充電 對 還是在充電 然後它整體的空間的機能性非常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邊 大家會發現這是我們屬於一個 方形的一個電子線傳式的排檔 對 新世代大概就是走這種設計 那我們如果要入P檔 就直接P按一下 它就會入P檔 那如果你要開始排檔 記得要踩煞車 那為了一個安全裝置 那S檔就往下直接撥一下 就直接可以切到S檔 右邊的話就是一個 正部就是一個手排模式 往上就是升檔 往下就是降檔 所以我們再把它切回來 一般的模式就是D檔 所以大家會發現 操作起來更迅速 而且更安全 為什麼P檔就按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他這邊是電子手拉車 AUTO 這都跟以往的設計是一樣 那最主要是 新世代A5它又多了 蠻多的一些置物空間 包含前方以及這邊盒子的部份 還有包含USB 然後它有12B的部份 那我們啟動按線是在這邊 最主要是我們今天這台Addition One 它除了有標配跑車椅之外 它還有座椅加熱的功能 它有分三段 那這是溫度的調整 就連你們的按鍵 平常心講都做的很有質感 當然你看這個上面它的刻度 然後我們在旋鈕在調整的時候 它都是以大概0.5度 而且以Q5車系來講 是不是都有三區恆溫 是呀 這個最主要是因為怕有時候 後面的小朋友是坐安全椅的時候 或是小朋友很小 他沒辦法去做操作 其實我們就可以透過這邊 把它調整到三區的部份 那就是就可以調整那個 它後方可以做調整 那如果這個是我們所謂的雙區恆溫 就是我們從駕駛座這邊可以調整副駕駛座的溫度 那大家會發現 其實我這個手稍微觸碰一下 它有一個放大的效果 所以這個有時候就是可以增添所謂的辨識度的部份 這是我們冷氣吹的方向 感覺又很有科技感 相當有科技感 奧迪就是以科技感著稱 再來就是這是AC MAX 所以所有的調整都很一次到位這樣子 而且非常的直覺 所以這個就是 很多我在交測的時候都跟貴賓講說 買到Audi的車 其實不太需要太多的時間去熟悉跟適應 包含這邊很多的按鍵 包含像Drive & Select 就是這邊選 快捷鍵 這是一個快捷鍵的部份 你要節能、舒適、自動、動力模式 它都有不同的圖示來做一個呈現 而且連倒車顯影 倒車的輔助也有對不對 這是我們自動停車的部份 那這個是所謂的360度環境 環境 那個六個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包含它整體的 包含視野的部份 或是說你需要看到不同的角度的話 你只需要往右 它所有的功能都出來了 全部都看得到 前方、後方、側邊 有沒有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是正前方 剛好有一台貨車經過 而且大家發現非常的廣角 而且解析度相當好 對對對 然後這邊是正上方的 沒錯 對 好 OK 那這個是我們其他設定功能部分 包含車頭的音量 車尾音量的調整 以及後方很像車流 它可以單獨去把它打開 或是解除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 我覺得這個開得好 當然 因為其實我之前交了滿多Q的 很多貴賓講說 有時候我在倒車的時候 明明後方的車它有辦法掌握 或是後方的車它看得到是比較慢的 那其實有時候它忽然間安全在塑井 然後會有個急煞 喔了解 那如果說今天有後方很像車流 這個可以做一個開關的話 其實相對 我個人覺得是還滿貼心的 還滿貼心的 這樣可以自己去決定要不要開 沒錯沒錯 對 好 所以內裝方面 是 新世代的內裝 我個人覺得科技感 裡面就非常高 其實除了科技感 最主要是我們這次改款的Q5 它又多了所謂的奧迪康內 奧迪康內其實就是大家都耳熟人講 就是所謂的奧迪APP 對 它可以幫它遠端解鎖 或是可以知道我們這台車的一個 目前的車子的狀態 資訊等等 然後不然我們是不是大概什麼時候 需要做保養 是 大概都可以一目瞭然 這對於車主來講是真的很方便 當然 是啊 好 那我們前座看的差不多 當然也要體驗一下 Q5 Sportback的後座空間表現 普通哥我們現在已經坐在後座了 其實坐進來之後我才發現 真的比我想像中還要來的大 當然 除了它的 就是我們腳 就是目前擺放的空間 前後的距離 最主要是它有標配 所謂的一個高階的後座舒適套件 是 所以它可以前後滑移10公分 來 10公分 來我們來瑞哥幫我們調整一下 這樣 對 可以前後滑移10公分 喔 前後滑移 對 那當然 其實瑞哥你會發現 它可以很後面 你現在腳的空間那麼大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這第二代的Q5 比前一代 大概又長了將近有6公分 6公分 對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它整體的 軸距 對 軸距 然後幫我們腿擺放的 這種距離 其實都非常的足夠 最主要是我剛有特別提到 瑞哥 即便我們這一款是Sportback的車型 對 來你可以用你的手稍微去 漲量一下 好一個拳頭左右 超過一個拳頭 超過一個拳頭 所以應該不太覺得有壓迫感吧 不會 因為當然很多人覺得它外型很漂亮 但是最擔心的就是空間 對 所以你看瑞哥身材這麼標準 對不對 然後你在乘坐上面 其實 而且這邊有所謂的一個挖空 對 有沒有 所以它有特別去設計 就針對可能比較高的人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乘坐的時候 舒適性其實很棒 而且它有這個全景天窗 我個人覺得會讓視野更加的開闊 更開闊 對不對 就是不會有所謂的那種 比較緊縮的感覺 然後大家 當然視野開闊心境也會更好 對啊 然後像這個後座出風口 它是可以控制溫度 沒錯 三區恆溫 對 三區恆溫 那像我剛剛除了這邊的椅子 是中間跟左邊這邊可以 獨立控制前後 這邊也是可以的 一樣可以的 對 這樣 對 好然後接下來 那最主要當然就是瑞哥 你有發現你椅子坐起來 我們這屬於軟質泡棉的設計 對 就不會像很多人會覺得 德系車就是覺得椅子就硬邦邦的 不會啊 對 而且你們皮革摸起來也很舒服 很舒服 摸起來也很舒服 這個其實我早期台奧迪 我發現椅子怎麼都這麼硬 對啊 但是我發現新世代的還蠻貼近於人心 就是大概就把一些可能我們日常在使用這台車 所需要的 其實奧迪都已經有把它考量進去了 對 所以我聽到大家的心聲了 嗯哼哼哼 那這個是杯架的部分 對 對 好 好 那如果有時候我們要拿後面的東西的時候 是 也可以來 瑞哥這邊幫我們壓一下 這個 對 它可以直接把中央扶手把它擺放下來 它等於變成一個中央通道了 是的 可以這樣拿東西 可以針對後方的部分 可以直接把我們需要的東西 可以把它拿出來 真的耶 這個放下來就變成兩張賭屁座椅 沒錯 而且我們兩張座椅它其實後方都有 還有所謂的ISOFIX 對 這邊都有ISOFIX 它都有安全座椅的固定扣 所以有小朋友的話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這台車Q50貨貝 是非常適合一家人出遊來使用 對 兼具舒適操控 我們稍後會去試駕 就可以體驗所謂的一個操控的感覺 好 我們內裝其實看了差不多了 那等等重頭戲就是試駕的部分 當然 試駕當然是最重要的一環 沒錯 沒錯 好 那等一下試駕的話是要開這一步對不對 我們稍後試駕會去體驗我們所謂的一個 在左邊的這一台Q50的SUV版本 那因為這台車 即將在幾天之後我要交給貴賓了 是 那因為非常缺車 那當然我們試駕車是只有Q50的SUV 那動力是一樣的 動力都是一樣 都是265匹 動力啊 阻背動安全配備等等都是一樣的 是啊 都是一樣的 這部車它其實是有S-Line的套件對不對 它其實也是算Edition 1的等級啊 因為我們剛介紹的Sportback也是Edition 1 對 那這一款也是Edition 1 它是SUV的版本 對 那當然它有這個S-Line的所謂的底盤 沒錯 是跑車懸吊 跑車懸吊 所以其實是會比較 稍微比較有韌性一點的 是的 但是它也可以透過我們所謂的Audi Driver S-Line 然後去調整一下它的阻尼的部分 對 看如果有需要舒適 節能 自動模式 然後不然動力模式 都是可以去做切換的 可以隨心所欲 就像我們剛有介紹到的快捷鍵一樣 是啊 沒錯 這部分Audi其實都應有盡有 對 都 都完整的就是呈現出來 這樣子 在這部Q5上面 是 好 小誠哥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高速公路 通常一般駕駛者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可能就是想要讓開車可以更加的舒服 安全一點 沒錯 他們會使用這個主動安全輔助系統 是啊 在現今所謂的一個 就是非常激烈的一個汽車市場來講 如果說沒有標配ACC 我想應該也不好賣 相當不好賣 這個其實我自己本人也歷經過 對 Audi也是這一兩年 幾乎台全車系 幾乎都列為標配 是 好 那駕駛哥我要開啟ACC這些功能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樣操作 好 一般其實我們操作的話 當然我們ACC它其實 嚴格來講它就是定速的延伸版 好 那定速的話我相信Rug應該會使用 是 就是我們下方的那一個定速撥桿 有 它可以針對 對可以針對時速的部分 可以做一個往上往下設定 有 對 現在是設定在80 80 對 那一般 那一般當然我們設定好時速之後 因為高速公路其實建議 可以設定在高速度再快一點這樣子 你可以設定在100 對 或是到110 對 因為其實一般高速公路其實都有最低的速限 那因為我們一開始在操作的話 你可以試著去調整 那像我們剛剛已經有調整過了嘛 那你撥桿再往裡面撥一下 它就是開始在跟車了 那一般我們在操作跟車來講 它還有一個就是跟前車的距離的設定 它有分所謂的五段 那我現在目視 我現在有目視 目前Rug是設定在四段 四段大概就四個車身的距離 但是我們可以再針對所謂的距離的部分 可以再調整近一點 那剛剛因為這邊有一個綠色的區塊有沒有 有 如果它上方有秀出來一台綠色的車 表示我們有雷達 它是有抓到前方的車的 那我們可以再去縮短距離 它的速度就會再加快 所以一般的話我們如果速度要加快 如果以現在目前的距離 因為我們剛剛設定在90 你可以速度再往上做個調升 或是110 有沒有 它距離是不是又拉近了 對 又拉近了 那我們現在是設定在一台車身的距離 所以可以透過我們駕駛輔助系統 這邊都可以一目瞭然 對 要適遠一點也可以 是啊 所以像這個時候 有時候我們可能 皮捕駕駛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做使用 那當然一般我們在 所謂的 使用所謂的ACC的主動式 跟車系統之外 對 它還有搭配所謂的一個就是車偏 車偏 那車偏的話是在這邊 目前我們也做開啟了 對 加兩條綠色的線 對 沒錯 它這個就是我們講的車道置中嗎 對 它可以置中 那一般我們Q5的話 應該算比較高階的 對 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車道偏離 它是時速65公里開始作動 是 那是車道偏離 偏離 這樣子 那再來一般如果你超過 那如果說你今天 車偏你有開啟的話 當我們今天如果有超過標線的話 它會幫你做個修正 修正 那再來時速65公里以內 一般就用在市區道路 或是塞車的時候 對 那它也可以行駛一個 置中的功能這樣子 喔 因為它鏡頭其實就是會偵測 道路的標線 是啊 當然我們開車的時候 即便你開啟這套ACC的駕駛輔助系統 你還是要把手放在方向盤上面 是的 因為剛剛假設你有過了一定的秒數 你沒有握著方向盤的話 它會提醒我們 請手握方向盤 對對對 因為其實說穿了主動式安全配備 它其實只是一個所謂的 算是輔助的功能 當然 它並沒有保證說你一定安全 但是一般我們在使用這套系統的話 有時候我們在長途或是在塞車的時候 其實在使用上面 其實會非常的輕鬆 有時候可能有緊急的事情 需要回一下LINE 或是偷偷講一下電話 其實這個時候都是很好去 如果你有開啟ACC的話 會相對安全許多 當然啦 就是假的 因為反正都可以用無線連結嘛 就算你要通話 你就是一樣 是用車上就可以無線通話 是的 再來其實我們除了有ACC還有AEB 就自動煞停 以及所謂的車證盲點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有車子經過 它的盲點這邊就會亮起來 有沒有像我們左邊 那個時候它的盲點它也在 它也有亮起來 但是一般車的盲點不是說 只要有車子經過它一定會提醒 如果它今天速差過大的話 它是來不及做一個提醒的功能 沒錯 因為它的 其實它的感應雷達在左後方 在左後方跟右後方 所以一般如果有車子靠近的時候 它是從後面慢慢靠近的時候 才會顯示出來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Q5的貴賓 他交完車 他說小程我盲點是不是壞掉 然後我就說 那請教一下 你是不是左右 如果是你左邊有車或是右邊有車 那來車是不是開很快 他說對 因為開很快的話 其實它是抓不到的 沒錯 其實就像我沒有開啟ACC的狀態之下 它的時速在超過65公里的時候 其實它自動啟動車道之中的功能 是的 那一般我們像Q5的話 它的一般我們假設 如果你要使用跟車 像我們等一下會走市區 也可以試一下 它如果今天超過15秒鐘的話 如果你撥桿再往裡面撥 它可以持續在跟著前面的車這樣子 喔喔喔 對對對 那我們稍後也會走一下市區的道路 好喔 那剛剛Ryu哥有使用了一下 我們所謂的ACC 應該使用起來還蠻輕鬆的 很輕鬆啊 它其實說穿的就是定速的延伸板 但是它可以讓我們 可以比較輕鬆的來駕馭這台車 而且再來就是針對安全性的部分 當然Q5其實本身 它其實也是算是非常安全的一台車 它也是在美國 很多評比都是第一名的 對 所謂的第一名就是說 它是5顆星的撞擊測試 所以相對來講 它是以目前進口車裡面 它安全指數也是算非常高這樣 當然我們都會對於 Audi的造車工藝 我們是不會懷疑的 喔當然 這種百年車廠的 有口皆悲的 舉世皆知啊 對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進入到所謂的一個市區道路了 那當然其實 我們今天看到這台Q5啊 那當然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之一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Ultra Quattro 那當然目前的我們Ultra Quattro 其實從我出生那一年 就1980年 它其實第一代就出來了 到現在的第七代 第七代 那最主要是以前都是走機械式的 那現在最主要是走電子式的 所以它的大概0.2秒 它就可以完全的去做一個 把你整個扭力的分配 輪胎各方面 它可以幫你所謂的一個 就是設定到一個最完美的 一個Quattro的分配比例 那一般的話 我們在Ultra Quattro 其實一般在作動的時候 會是以前區為主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就是省油嘛 對啊 那一般除了當然省油 最主要是抓地力 非常好 當然有時候可能遇到下雨天的時候 像今天天氣不錯 可是昨天跟前天 突然間下大雨 如果你今天下雨到Q5這台車的話 大家發現整體的穩定性 包含抓地力非常好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 還有一個Quattro的民版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Audi的Quattro都會用一隻壁虎 為什麼 象徵就是抓地力相當好這樣子 在市區這樣轉向 真的比我想要轉向輕鬆 還輕鬆嘛 因為你不會覺得 我現在開的是一台SUV 然後感覺好像在方向盤的轉動等等 甚至油門的靈敏度等等 好像比較笨重 他們不會 其實完全不會 現在以Audi的造車科技來講 早就已經把 用科技的部分 電子的部分 沒錯 會讓人覺得 這是一台很好救贖的車 而且它整體 像我們剛剛有經過坑洞 它整體的碎震的抑制 其實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其實不會因為說 今天S-Line車型 可能搭載也是運動化的懸吊 它就會有一些彈跳讓駕駛者或是車內的成員 覺得不舒服 其實不會 其實不會 我覺得它的碎震處理的很細膩 然後都把平衡做得很好 對 沒錯 而且像你看喔 略哥 像我們剛剛很多摩托車 你看我們A柱 它是整個往下這邊 比到前面一點做一個設計 對 不然再搭配所謂的A柱旁邊的這個後視鏡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旁邊有小朋友 或者是有摩托車 或是有障礙物 其實都能夠很快的去辨識到 對 所以就是 一般人大概都知道 買到休旅車就是有那種所謂的 居高零下的感覺 但是我們這個部分 其實Audi都有去注意到 對 都有去注意到 那當然以這台所謂的2.0 渦輪增壓 對 然後搭配所謂的一個 一個12V的Mind Hybrid 是 所以其實它也是會強調一個 所謂的節能的部分 節能 對 節能的部分 那像一般所謂的12V的Mind Hybrid 最主要就是說 它會影響到我們所謂的油耗 再來就是碳排放 碳排放 再來就是碳排放 那當然其實12V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它還有所謂的低速零排 跟高速零排放 那再來就是我們一般有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一個代速熄火的部分 早期的車 它有搭載的代速熄火 大家會發現可能熄火或是啟動的時候 晃動很明顯 是啊 但是現在其實有 不然12V或是48V之後 其實大家會發現那個礦動感降低很多 對 降低很多 是 其實以目前國內的一些豪華品牌來講 確實在動力方面 都朝向電氣化發展 當然 那變成說像以12V甚至48V的這些 輕油電系統 其實應該在 以Aldi來講發展應該算蠻早 其實算蠻早 所以相對它的穩定性 也會比較好 再搭配我們現在Aldi有5年的保固 對 5年的保固 而且我們現在從2021年開始 其實保養週期不像早期 大概1萬公里 現在1萬5千公里才需要做保養 可見現在Aldi的車款 就是整體的妥善率非常好 像我們Q5它其實有搭配 所謂的公路行車輔助套件 還有都會行車輔助套件 那一般我們在公路行車輔助套件的部分 它其實搭載的跟我們A6是同等級的 包含有所謂的左轉預警 當你今天可能要左轉的時候 就是如果說有車子過來 它也會做一個提醒這樣子 對 那像它除了有這個左轉預警 再來就是 我們還有一個所謂的離車安全警示 離車安全警示 對這個對於一般我們所謂的市區 車輛比較多 用篩的時候 就是車輛多的時候 你可能有時候緊急要辦一個事情 要開車門的時候 當你後方有來車 它也會跟我們做一個音量的提醒 以及盲點它也會亮起這樣子 對 那以及還有氣氛燈的部分 對它也會做個提醒 是 那一般我們現在氣氛燈 它有30種顏色的變化 對它有分上半部跟下半部的一個配色 那以及亮度的調整 它都是搭配在我們所謂的MMI裡面這樣子 大家都可以從MMI去做一些車輛細部的控制 是啊 是啊 像這個時候我們經過這個窟窿 其實沒什麼晃動感 對 就是整體的抑制都非常好 而且幫我們在過彎的時候 因為Quazzo它會幫我們做一個扭力的分配 所以大家會發現比較不會有側傾的感覺 整體的循跡性非常好 對 像這時候有沒有在過彎 而且甚至你在過彎還可以在補油門 還可以在補油門 有沒有這時候彎其實都還蠻明顯 所以剛好這條道路也是我們平常在試駕的一個路途 對 那稍後我們這邊也可以做一個加速的動作 對這邊有點下坡 那因為再來是休旅車 所以它有搭配所謂的一個陡坡緩降的系統 對這邊也可以靠左 靠左 整體的隔音效果也不錯 對 它風阻係數只有0.3 跟前一代比較起來又進步了許多 是 因為豪華品牌 其實豪華車以這種中型的休旅車來講 我相信這種有一個很好的隔音是非常重要 在搭配所謂的一個 就是良好的一個操控感 對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具有所謂的一個空間感的一台車 對 兼具了科技實用 沒錯 安全 現在的保固啊 是 都是大概是幾年 我們現在擁有同級車最長的保固 嗯 是5年 5年 那或是甚至可能在購買新車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 各車型不等有贈送一些所謂的零利率 那如果說 用不到零利率的話 它可以搭配一個第6年的保固 第6年的保固 所以這個其實在購買新車的時候 就是都可以跟銷售顧問去做一個詢問 那因為很多人可能車子 想說一台車 這麼好的車能夠使用個10年 或是超過6年 當然這個其實就可以用得到 對 那現在我們其實也可以再使用一下ACC 就可以操作一下塞車輔助 那因為剛好前面是停紅綠燈嘛 那一般其實ACC它是針對移動式的物體 所以我們這時候在設定的時候 它是會去補油門的 所以還是要很小心 那一般我們在市區行駛 其實ACC時速要給它設定要比較低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是在行駛高速公路 所以我們先把它撥桿先往下 先把它時速再調低一點 現在是80嘛 對 對 OK我們市區建議能夠 大概也是調整 大概40到60之間 都是可以的 因為時速65公里內就是塞車輔助 撥桿再撥一下 撥桿 撥一下 對OK 就直接抓到前方的車 有沒有它有 秀出來一台車綠色的 是 然後它有秀出來這個 然後三台車充電 旁邊三台車 那個就是塞車輔助 哦塞車輔助 嗯 那我們這時候距離是設定在 三台車的距離 三格 對 那當然如果前面的車 它有點踩煞車的時候 我們也會跟著比較慢 對 其實剛剛整體從市區道路 到高速公路這樣 我們交叉混合這樣開 然後這整套的主動安全輔助系統 我個人覺得不管是公路 行車輔助套件 或者是都會行車輔助套件 其實都對駕駛人來講 其實當然是大大的減低那種疲勞感 除了疲勞感 最主要是如果有一些 就是緊急狀況的時候 對 其實它可以有點像是 多了一個行車安全助理一樣 當然會讓我們更心安這樣子 那當然最主要是能夠確保 我們行車一路上的安全性 是 相信安全是回家的唯一的道路 假設你在台北市地區 你對於奧迪車系有興趣的呢 歡迎來找我們的奧迪小誠 沒錯 奧迪內五星小誠主任團隊 是 那假設我們今天剛好 也對奧迪車系有興趣 我要怎麼找到小誠哥呢 其實大家可以網路Google 奧迪小誠 就有琳琳滿目的一個 奧迪小誠的介紹跑出來 或者是可以撥打我的手機 0988-5118-185 或者是我的蠟ID 奧迪底線主任1201 都能夠很快速的找到我 你對奧迪車系的興趣 別忘了來內湖旗艦展示中心 找我們的小誠哥 OK 那我們夠車去 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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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